瑞富的觀眾、讀謝 歡迎你來到新節目《瑞富之道》 我先介紹 我是天章出版的CEO Derek 今天很好 我們繼續跟Raymond 足晨驅 談談他的投資心得 整個去做 上一集如果沒有看到 我回去看看他自己的工作經歷 有些散戶的蠻點 他自己做來自機構 教一下散戶如何能戰勝機構 回到大惡不斷出會 大惡即是大機構 大基金、對中基金去做 其實散戶不應套用機構式投資 對中基金的思維 以及在機構時 很多時候發出一些分析報告 我們更加要小心 我們經常說笑 既然大行一推的報告 這隻要買的時候 大家就很快出去沽 這隻要沽的時候 大家要快點進去 去到這個極端 你會看到有甚麼心得 其實所有的證券商 大規模都有研究報告 他寫研究報告 其實是提供服務給金金經理 換取用金回報 現在很多及規要求 開始有些轉變 好像歐盟已經改了 現在他不准免費收報告 要給錢看 但以往來說 希望透過一些好的研究報告 你的客人就會給他一些生意去做 其實背後理念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通常投資銀行 跟上市公司有生意來往 希望幫他批股或做IPO 所以很多時候你做研究報 就算老闆沒有跟你說 你不一定要唱好的 但你都會自己自我檢察 就是盡量寫正面的東西 去推介一間公司 所以十個有九個報告 都是寫好的東西 或者寫正面 叫人買入的 所以市面上 那些人可能會有不同的 叫人買入的報告 甚至乎是多到你看不完 又或者是那些所謂好的建議 多到根本你作為投資者 是不可能每天都買的 變成一些所謂的噪音 那你要怎樣分辨噪音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你要認識分析員的水準是甚麼 還有知道過往的推介經歷 你才可以信任去跟蹤他 所以我們現在就算做基金經理 我自己都很少因為 某一個投資分析員的建議 跟他買入或者沽出一隻股票 我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譬如我已經有那隻股票 他寫一些東西 我看看是否有些東西 他寫出來我不知道 那我作為一個參考 又是他叫買入 我不會盲目地跟他買入 我自己都會做一些分析 看看在那個買入位 是否值得去買入 你自己都要做功課 不可以盲目地跟進 但是那些投資報告很多時候 真的很有影響力 好像魔術彭 好像以前那樣 好像那個運水 這個投資分析特別是最有影響力 他寫出後說這間公司有問題 幾乎影響整個股價 大上大落 當然有些人說他別有用心 然後去對沖或者沽貨 其實這些大行報告 或者一些對沖基金的報告 我們怎樣分析 你怎樣可以做 要聽還是否聽 你剛才所說的內心 但是他有些參考價值 什麼情況真的有參考價值 你剛才說 比如運水那些 就是另外一種的報告 那些所謂的股空機構 就不同一般投資銀行出的 因為這些所謂的股空機構 他唯一賺錢的方法就是 出了報告 跟著股價大塌 那他才賺了錢 就是股空的 因為他出了報告之前 他一定自己已經有股空的倉位 又或者買了一些選擇 所以如果你跟他一起對 他就幫他賺錢 那以我過往的經驗 就是這些股空機構 所做的報告 有時對有時錯 也要看過往業績 那有些可能他講一些 有道理 那間公司可能真的造假 但是通常你要那間公司造假 最後死了 那間公司可能會倒閉 但是如果一間財政健全的公司 他要去唱稅他唱淡他呢 可能短時間 股價又波動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現金流 他沒有那麼容易死 那最後這些公司的報告 未必會成功 那我都會講有些例子 所以你都要分辨 究竟他沽空的對象是什麼 另外就是 如果你沒有拿那隻股票 就是你想跟他去沽空買一份 多數都沒有肉食 沒有錢賺的 因為他一講 通常股價已經跌了下去 你那一刻才去沽空他 很多時候你已經是沒有肉食 沒有錢賺的 所以對一般來說 除非你拿了一個股票 不要理會他倒閉了股票 你跟他一起鬥快沽 否則的話 你是局外人 我就覺得 盡量不要浪費時間 去留意報告 因為你想去 由沽空那邊 賺一份錢 其實是難度非常之高的 好了 還有一件事 除了沽空之外 譬如說穩健的公司 就說要留心 你還可以看看財政 看看一些報表 但是有些新股上市 大行一定說了很多 甚至逐些說 有很多滿街財演 在唱好一隻新股上市 那麼我們的社會 又如何去處理 你有見過甚麼特別 舉動 大家特別要留意小心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的機構投資者基金 它是內部有一個指引 簡直是不可以參與IPO 有部份的對沖基金 尤其是美國那邊 為甚麼呢 我想是因為通常IPO的時候 定價錢 是很難知道是否公穩公平的價錢 很多時候IPO熱門的時候 不是因為基本面好 可能是因為概念好 又或者貨源歸邊 很稀有 市場上沒有這種概念股 又或者批股的時候 將貨源集中在幾個人的手上 令到比較容易操控股票 就是很多人為因素 所以我認識有些基金經理 甚至我自己 都盡量少參與IPO 因為為甚麼呢 就是如果你想IPO賺大錢 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很熱門的股票 你抽到百分比好笑好笑 即是一百毛利一定沒有抽 完全沒有 看也免得看 那即是你可能落一千萬 去抽那隻股票 所謂頂頭槌 甚至一億 你抽得可能幾千塊 或者幾萬塊 那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但如果你長期去做這個動作 你始終會有一次 你可能出錯 你會輸很多錢 所以你賺九局 都不夠輸一局 輸得多 所以變成你抽IPO 在大戶 或者是機構投資者 就未必有肉食 當然你是小投資者 我抽到一手 我賺到幾千塊都會開心 那種回報方式就不一樣 即是當中落彩 中個安慰場 通常你這樣賺錢 都是因為有個熱潮 或者那種很熱門 通常我覺得 你都是要第一天放掉它 除非你很認識那間公司 知道長線那間公司很有前景 嗯 這一節就特別聽到 Raymond對一些 大行報告裡面 如何小心 其實都是很多智慧 要理解到 其實消息 剛才說的Noise問題 如何分別 即是要很聰明的分 如果你分明得好 當然可以獲利 如果聽錯就變成損失 尤其是告解一些IPO 我想這一節都差不多 我們留意下一節 第三節就會更加精彩的內容 多謝大家收看 還有如果有興趣 可以在網上訂購這本 或者各大書局買到 Raymond的機構式投資這本新書 多謝大家 Raymond 4月26日 你有一個教你贏的投資思維分享會 其實裏面的內容是甚麼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投資裏面有不同的方式 當然想看看可以從機構投資者的角度 比如一些基金經理 或者一些投行的角度 去看投資 用那個角度 希望他拿到裏面的精髓 而幫助一些散戶 減少自己所犯的錯誤 因為機構和散戶最大不同 就是機構可能的量很大 金額很大 但是相對於散戶 雖然量很小 但是他們比較靈活一點 其實大家都可以採場保短 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強處 將自己贏的機會提升到最高 而且不是平均的 現在可以玩到 散戶 對於散戶